毕福建外界俗称毕老爷 说到央视主持人 毕老爷可谓是首屈一指的 他幽默的主持风格 深受广大人的喜爱 他主持的节目星光大道 也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 他曾经连续三年 担任成接连环晚会的主持人 事业一直发展得十分顺利 但因为自己的一段话 讲述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从哪以后荧幕里再没有了他的消息 最近有人爆出了毕老爷的现状 小编带大家看一下 毕老师受风波影响离开央视 离开央视后的毕老爷也没有闲着 据说开了两家餐厅 餐厅名字如图片所示 餐厅的着修虽然一般 但知情人爆料 但年收入可达百万 虽然受到封杀 但名气还依旧在 所以餐厅火爆也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开饭店之外 老毕依旧干着老本行 很多外地的旅游节 都会邀请老毕去主持 据说一场可以赚五到十万 收入不菲 小编忠心的希望老毕可以过得更好 各位看官老爷有何意见建议 请积极在下方留言 觉得掌握 我丑 собственно 明天 復rd